伴随新一周的到来 购政也将发生各式各样的变动与更新 其中的立场更动就有特殊赛事 聚焦时刻 团战约会 传说或超级团的头目等 而活动方面除了任在进行中的七周年纪念活动 周末两天还有Go++相关 名为捕捉呼呼大水宝可梦的合作活动举行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JChannel 我是竹子 纵上所述有关全新一周的各种变动内容与重点资讯 在经过整理后将于接下来的影片中与它主义分享 选序方面会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有本周囊括的对战联盟特殊赛事资讯 第二部分为传说以及超级团战头目的更替情况 第三部分则是周根聚焦时可以团战约会特色的详情 最后第四部分才由仍在进行中或即将开跑的活动重点做收尾 近期新开放的选修会玩法以及周末的合作活动权资讯也会包括其中 列印一路晚茶总结初一会复战自治的本周变动重点形成力 供大家截图好方便热后查看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忙订阅按赞并把影片分享出去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GoGo 稍微先聊聊第一部分的对战联盟特殊赛事资讯方面 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有7月7日至14日的大师联盟以及复古杯超联版 而后7月14日至21日更换为超级联盟以及超级联盟Remix 即将开跑的两大赛事追四项包括规则与限制有超级联盟限CP15或以下方可参与 超级联盟Remix除了限制CP15之余 最常被使用的前20名宝可梦也将被禁用 这其中就包括灭王花、阿罗拉九尾、猫头夜鹰、电灯怪、玛丽露利、月亮一部、盔甲鸟、巨岛怪、大嘴鸥、狗狠眼、恰雷姆、奇奇青鸟、蒂亚海斯、雷吉斯奇鲁、防御戴欧奇西斯、护城龙、雪妖女、迦勒、泥巴鱼、朽木妖以及赌兰雄 快速带过相关赛事先有评分最高的10大宝可梦 超级联盟上版的有近期新登场投过GoFast入场券的现实调查入手的小碎传 技能组合为落石、盐崩、月亮之力、其余的还有锁定蒸汽弹、电磁炮的雷吉斯奇鲁、尼巴射击、盐崩、地震的加热、尼巴鱼、尼巴射击、加冬水炮、地震的普通花影剧藻怪、双背凤凰、冰冻拳、精神强烈的恰雷姆 双背凤凭、其诈增强拳的投金混混、石板攻击,气象球、暴风的大嘴鸥、舌填泰山亚点、强力鞭打的大舌头、尼巴射击、尼巴射击、尼巴炸弹、尼巴射击、尼巴射adan、尼巴射攻击的暗影朝ầu 超级联盟jść由于禁用宝可梦的限制关系 所以上版的有落石、颜布、月亮之力的小碎传 双背凤凭、其诈增强拳的投金混混 二连T太山亚点以牙、还牙的毛毛脚羊 爽背凤凰 泰塞亚点中他的过动员 泥巴射击泥巴炸弹坚实攻击的暗影找王 锁定坚实攻击真气弹的雷吉洛克 泥巴射击泥巴炸弹暴风雪的碾鱼王 翅膀攻击鱼毛五有鸟门攻的大鼻鸟 细血冰冻拳直冲撞的暗影阿罗拉穿伤王 爽背凤凰十字批眼崩的暗影怪力 说完对战联盟特殊赛事资讯 往下进入第二部分的传说 以及超级团单头目的更替情况 先下的传说头目三圣鸟 以及超级头目超级水剑龟 且会维持至7月13日星期四的早上十点 才正式离开 四大头目无论于PP或PVE中 都有着独特的地位与实力 具体详情可点几乎上 只有一步查看相关影片 这次就不重复叙述了 从7月13日星期四的早上十点开始 维持至7月25日星期二的早上十点为止 传说头目会由雷吉阿乐奇的复可回归做接替 而超级头目则是更换为超级火焰机 重点须知 有传说头目雷吉阿乐奇 并不适用于PP或PVE中 简称花瓶 除非错过了之前的经营团战 没开到图鉴 否则可直接略过 不必特意拼IV 超级头目的超级火焰机 则恰恰相反 前置形态火焰机 不仅适用于PP的超级联盟 平分82.4排行149名 高级联盟平分82.3排行140名 暗影版本表现更优异 其超级形态 超级火焰机于PVE中为顶流的火系输出手 同时亦是格斗系的秒三霸主 可逼IV 闪光 弩糖果 超糖果 当然最重要的是超级能量 并培养用于PVP或PVE中 对于本周的团战头目变动 大家只需记得 未开雷吉阿乐奇图鉴的 到时候只要参加一场来开图鉴即可 其余的入场券 还请放在超级火焰机身上为家 相关头目的团战指南重点 可点击上角连接一步查看 继续来到第三部分的 周更聚焦时刻与团战约会 特色详情方面 本周的聚焦时刻 是发生在7月11日星期二 当地时间傍晚6点至7点之间 活动期间 主题特色宝贵梦猴火焰 欲与野外大量出现 几率散光 额外奖力加码内容为两倍 不抓经验 猴火焰的最终心态猴金王 可用于PVE中的超级联盟 评分75.6排行362名 高级联盟评分77.6排行242名 暗影版本表现更差 于PVE中 虽不适合作为输出手来使用 但凭借高血量的三维数值设定 却是不错的守塔者 届时可凭IV 散光 农糖果 超糖果 并培养用于PVP或PVE手馆中 重点的话 当然是介于放在 人试用的两倍捕捉经验上 在开抓前 记得开启幸运弹做配合 以达到最大效率化的捕捉经验哟 另外也别忘了 当天任处于7周年纪念活动期间 可利用当天的两倍传送糖果 放生没用的猴火精 来加快入手糖果的速度 而另一周更变动的团战约会 老在7月12日星期三 大地时间傍晚6点至7点之间 活动时间段中 三圣鸟 也就是机动鸟 闪电鸟和火焰鸟的五星 传说团战将会更加频繁的生成 无论是想拼系IV 又或是散光版本的 可千万别错过 这最后且最佳的时机咯 最后第四部分 有仍在进行中 或即将开跑的活动重点方面 仍在进行中的 有维持至7月12日 星期三晚上8点 才落幕的七周年纪念活动 亮点除了有新登场的 派对帽杰尼瑰家族外 剩余的加倍项目 还有7月12日星期一的 合众玉三家 当天奖励奖码内容为两倍 有以等级提升速度 7月11日星期二的 卡罗斯玉三家 奖励奖码内容有两倍 传送糖果 7月12日星期三的 阿罗拉玉三家 奖励奖码内容为两倍 进化经验 诗人提示 若有空建议在7月11日星期二时 评评看是否有新衣IV的 呱呱泡玩 以准备给未来 8月份的社群热用 额外 七周年纪念活动的 全秩序重点 可点几乎上角查看 先前已分享的影片 接下来是 几样开跑的活动方面 来到周末 7月15日星期六的 早上十点开始 维持至7月16日 星期天的 晚上8点为止 全新名为 捕装呼呼大水 宝可梦的合作活动 将会举行 伴随活动 新登场的宝可梦 有树枕伟雄 和戴着睡帽的卡比兽 苏珍伟雄 可斗国活动期间的 野外戏有加倍 遭遇入手 戴着睡帽的卡比兽 则需要拥有 全新Go++ 并与购连接后 进而得到的特殊调查 才可入手 新增 换张道具 有卡比兽睡帽 和卡比兽连身睡衣 卡比兽睡帽 为免费赠送 卡比兽连身睡衣 则需要通过 游戏内商店购买获得 新增 各种主题贴图 可都会选择补给站 开启有型礼物 或商店购买获得 作为特色活动 有这么少得了 野外加成的宝可梦 活动期间野外加倍出现的 分别有 叛丁 凯西 催眠魔 卡比兽 魅力扬 熊宝宝 懒人塔 和毛边羊 稀有加倍出现的 有石梦梦 以及新登场的 树枕伟雄 重点入手对象方面 可放在适用于 PVP的 叛丁 催眠魔 毛边羊 适用于PVP或PVE的 凯西 魅力扬 熊宝宝 适用于PVP或PVE 手塔的 卡比兽 懒人塔 以及新登场 稀有加倍出现的 树枕伟雄 虽然还不确定 是否有使用价值 但可以开图件 也不亏 活动期间 团战头目的更新 一星头目有 凯西 加勒 呆呆兽 催眠魔 三星头目有 臭臭花 卡比兽 有亚猫 宝宝剪 传说头目为 雷吉爱乐七 适用于PVP或PVE的 凯西 仅适用于PVP的 加勒 呆呆兽 催眠魔 三星头目有 仅适用于PVP的 臭臭花 宝宝剪 适用于PVP或PVE 手塔的 卡比兽 捕捉呼呼大水 宝可梦的活动资讯 也就这些 额外再补充一下 近期新开放的 选秀会玩法资讯吧 选秀会设定在 补给站举行 现如今貌似 仅开放了 比拼谁的龟 比较大的主题 玩法须之包括 正在举行选秀会的 补给站上方 会出现如图 独特标志 未参与的选秀会 图标显示绿色 以参加的选秀会 图标则显示紫色 训练师需靠近 补给站才能参与 选秀会 根据官方透露 选秀会只在固定的 补给站举行 参与选秀会中的宝可梦 仍可交换 传送 改变形态或进化 每场选秀 限50只宝可梦参加 且一只宝可梦 同一时间 只能参加一场选秀 选秀会举办期间 若找钱已投放宝可梦参与 选秀会举办期间 选秀会可透过接近相关补给站 或远端操作 随时替换参选的宝可梦 这也就意味着 截至选秀会结束前 选秀会们都可持续在选秀会页面的 排行榜上查看排名 并于野外 捕捉更好成绩的宝可梦来做替换 以抢夺更好的名次 若选秀会结束且可领取奖励 补给站上方的选秀会图标将显示为橙色 领取的方式分别可直接从补给站领取 又或透过今天标签页面来领取 至于奖励方面 包括所有参与的训练师都可获得新成、经验等 前三名的则可获得腐化器、新碎片等 第一名的可获得一枚奖牌 至此无论是本周的各种变动与更新重点 又或是全新选秀会的玩法全资讯也就正式分享完毕啦 总体整理并分析下来 新周的更新与变动确实马马虎虎 但近期新开放的选秀会玩法貌似还蛮有趣的 不懂各位是否已体验过相关玩法了呢 扯远了稍微来捋一捋本周的变动重点哈 特殊在是有限日进行中 自7月14日的大师联盟以及复古碑超联版 而后7月14日至21日有超级联盟以及超级联盟Remix 活动变动除了可持续享受仍在竞益中的 7周年纪念活动至周三晚上8点外 周二可出席聚焦时刻凭PVP或PVE手塔 都使用的猴猴金IV 闪光 农糖果或超糖果 同时别忘了开启讯息弹 配合两倍捕捉经验的加码内容来充等级 周三团阵约会为拼搏34点IV或闪光版本的最后最佳时机 周四传说头目更换为雷吉艾乐奇 超级头目更换为超级火焰机 可先行打一场雷吉艾乐奇开图键 我外部入场卷请全速换在超级火焰机身上 换超级能量为佳 然后就是坐等周末两天的捕捉物大水宝可梦活动开跑 去出席拼各种主流宝可梦 以及入手新开放的速震为熊 最后附上本周变动重点形成立 有需要的请自行截图 好了 暂时就先分享到这 大家看完后最期待本周哪项变动呢 对于全新的选秀会玩法又有什么意见呢 欢迎下方留言分享讨论 影片中的言论经过参考并不能做一个标准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你爸射击你爸炸弹尖死攻击的暗影去找王